积极正长杯游泳比赛 日前在正立游泳池热闹登场 吸引百位小朋友前来参加 主办单位强调 举办游泳比赛主要是要推广小朋友可以学习游泳 并且了解水上自救的技巧 因此在比赛中开放选手可以使用扶板等辅助工具 也成为比赛特色之一 预备 由吉祺政工所举办的正长杯游泳比赛 吸引超过百位正内外的国小与幼游泳学生前来参加 很特别的是选手可以使用扶板等辅助工具参加比赛 届时来鼓励学生踊跃参加 这次举办的是吉祺政109年正长杯游泳比赛 即水资源宣导活动 我们的长度是标准的50公尺 那深度的话达到120以上 本次赛事我们请到的裁判的群组是非常坚强的 我们有四位国际裁判在这边为各位执板 那这些裁判都是已经取得国家级的执照了 那这次的活动里面我们像是总共有40几项次 参赛选手达到600人次左右 那主要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项目谢谢 吉祺政长杯游泳比赛 日前在阵力游泳池登到3K 所以鼓励大小朋友可以来到吉祺阵力游泳池 学习游泳 运动健身以外 也要借此机会 宣导水上安全以及制救的技巧 我们虽然说不好经营 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经营下去 就是为了提供给我们附近的民众跟血统 一个安全的细水跟学习游泳的环境 那今年的镇长杯的比赛 我们一样持续的扩大举办 除了我们原本吉祺政的这个学生之外 我们今年包括水里竹山 鹿谷 中寮 南投民间 都有派对来这个参加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我们11月 这个休时前的这个营业时间来享受我们使用机 大山天然泉水的这个积极游泳池 积极游泳池是我们临近这几个乡镇 这个设备以及水质最优的一所游泳池 游泳比赛 鼓励我们国小的同学 在平常就勤练自己的游泳记忆 利用这次的比赛彼此来做连泳同时能够精进自己的游泳技术 希望说我们各学校能够广为宣导孩子来学习游泳 让他万一遇到水域安全的时候能够及时派上用场 积极山内游泳池是附近五个乡镇当中 可以就近使用的唯一公立游泳池 并且用天然泛泉水很受到肯定 机制证公所也希望建许来鼓励大家 都能够常常来到公立有感觉的场所学习游泳 接着山西福集集采访报道